封号斗罗唐三不开武魂抱锤七长老 当初七长老输给唐三 虽然只梦了四成功 但心中也是大为不服 要知道 那时候唐三不过是一名魂王 怒火中烧之下 他再也没有留一手的意思了 挥动浩天锤 带着强横的气势 直奔唐三当头砸来 面对七长老的浩天锤 唐三也不释放武魂 只是后退半步 双手握住海神三差击 以己身向前迎去 大喝一声 看 锤己相碰之时 正是笑天斗罗唐相 与另外四位长老追出来的时刻 看到身上九环闪耀的七长老 手持浩天锤宛如泰山压顶一般 砸想没有释放出武魂的唐三 唐相不禁大惊失色 可此时 就算是他想要出手 也已经来不及了 他痛苦地闭上双眼 面对一名封号斗罗的攻击 连武魂都不释放 唐相想不出唐三会第二个结果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在群山中回荡 惊呼声从唐相背后响起 唐相下意识地睁开双眼 顿时被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 什么 唐三 唐三依旧站在那里 并没有像唐孝想象中那样 被砸成肉酱 而七长老的身体被反弹而起 在空中剧烈地翻转数周之后 才会在眼处 落地时 还接连后退几步 才勉强站稳 他的双臂明显地颤倒 整个山顶 鸦雀无声 只听得到 在群山中回荡的轰鸣声 谁能想到 是这个结果 唐三 傲立在山峰之上 手持海神三叉截 大勇 挺拟天下之